香蕉树被连根拔起 屏東上千公頃的香蕉園 通通倒成一片 焦農看了好心疼 香蕉園它最怕的就是 这个风雨一直持续 像这一次的风灾灾损的话 大概平均的农香蕉園的 受损面积都有30%以上 无奈中了一年多遇上墙台 努力的心血泉泡了汤 花莲吉安乡的芋头园 也遭到台风摧残 受损面积约75公顷 另外龙须菜 韭菜 玉米等作物 也无一幸免 滚滚泥水把露面全都淹没 仔细一看 还有一颗又一颗的高丽菜 在水面上载敷载成 道路直接成了高丽菜飘飘河 泥水太大 就冲到那个 又被一个高丽菜 就造成高丽菜水坏 一来南山一处高丽菜田 遭大雨冲刷 大约有4000多颗高丽菜 被冲下山 出国损失约十几万 Kemi台风肆虐全台带来强风好与外 各地农损严重 根据农业部截至26号上午11点统计 全台农作物受损面积高达4115公顷 当中相较损失最为惨重超过1.2亿 翻石柳3800万 木瓜3200万 西瓜和苦瓜也有2300万 而农牧损失最惨前5名则是屏东县2.4亿 云林县7652万 江亿县6522万 高雄市5889万 花莲县5627万 全台损失破5.9亿 云林壮为西瓜田满目疮痍 从根到果实全都泡烂 瓜农的心也在淌血 毕竟西瓜泡水后根本不能卖 为了倾听农民心声 行政院副院长郑立军也亲自到地线砍栽 郑立军承诺会请农业部全力协助 栽损赔偿事宜 就是希望能让全国农民挺过 风在难关 明新闻 云林壮为西瓜田满目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